现在的状况是呢 民进党他自己党内的人呢 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到呢 他们的立委啊 林静怡怎么说 他说不论其他政党 有多糟多离谱 民进党就是不该有 内部的性骚扰与性霸凌事件 诈看之下这句话 你觉得好像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检讨就检讨 改进就改进 怎么先砍脱把人啊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之下呢 也让人质疑说 民进党想要彻底做改变 或是彻底检讨这件事情的心 到底有没有诚意 好连呢 我们来看到了 是周玉寇呢 他也看不下去 他说这可惜哈 你们的网军仍然无聊的 在脸书上 用攻击他党掩饰自己的问题 有没有 是不是 确实是 因为呢林静怡就搬出了 20年前 学生性骚扰的旧案 说啊 在人本基金会 民意代表不断要求 台中市府才被动处理 好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出来 大家想说 是不是火要往国民党身上烧 好但是呢 我们来看到 实际上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国民党台中市党部的主任呢 严文正怎么说 他说林静怡自己本身呢 他是女权先驱耶 是怎样 被政治戳瞎双眼了吗 不敢提到性骚导演的名字 也不敢直接谴责导演 对20多年前的校园性骚扰案 这个特别提出来 你去看一下 这个当初的事件发生 也不在卢市长阵内 所以你现在攻击 现在的台中市府 对还不对啊 而且呢 卢市府呢 还认真处理扩大调查 反观你民进党在做些什么呢 好我们就来看到了 现在包含呢 也讲到了网友之间呢 现在也都 可以说是沸腾的 很愤怒啦 说林非凡你也别想闪啊 好现在认为说 整个案件呢 虽然说没有进入程序 所以来漠视 但难道这个就是 零九万的初心吗 因为毕竟他当时呢 身为这个督导哦 绝对是呢 不该来吃案 不该来默示 好这样的问题呢 问到了这个赖清德身上 问说这个林非凡呢 是不是应该要把他给退选了 但是呢 我们看到赖清德怎么说 他说案件已经立案调查了 所以呢 这个案件呢 调查的结果公布之后呢 会再来好好的做决定 是要如何的 好这个部分呢 现在也被炮轰了 我们来看到了 王鸿威怎么说呢 他说民进党呢 从第一案件开始呢 就在挤牙膏了啦 林非凡道歉 诶但神隐啦 好那这样子的话 包含现任的政副秘书长 林锡耀 洪耀福 徐家清 林赫民 是不是应该通通调查 而且现在有消息传出来说 民进党当时的高层哦 不只施案 还帮忙压新闻 不让新闻爆出来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居然看到了 被泄系大佬 姓骚的 这个女党工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加害者呢 竟然反抢自己呢 跟驻日代表 谢长体 关系匪浅 诶 要告就来 还透露说呢 当时谢系啊 跟他说新闻 他们都压下来了啦 自己啊 求救无门啊 真的是这样子 一个很惨的情况啊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 线上也要持续的来 请教呢 这个大谦哥 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个第一 民进党在挤牙膏 然后呢 第二 赖兴德呢 他虽然讲说这个 不用以大局为重啊 该测查测查 好像乍看之下 态度摆出来 但实际上呢 这些被点名了 是不是应该要负起 连带责任的人呢 也没有说 就直接不用选了 现在还是说呢 等这个调查完再看看 再这样子拖下去哦 对他们的选情 说真的也不利啦 到底民进党的心态 是怎么样呢 尤其是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女党工 就说了嘛 他在脸书就po了嘛 他说自己哦 这样子当初被施压 一个情况 还可以这么大喇喇的 直接告诉你说 直接告诉被害人说 那个新闻 我们已经处理掉了 我想问大千哥 民进党到底是 什么样的心态 可以用这样的诠释 然后无视 这个两性平权的议题 甚至呢 在现在这样子 他们自己的危机时刻啊 居然还想要去牵扯 别人下水 想要多拉几个人垫背啊 到底怎么回事 是我想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民进党内的性骚案的旧案啊 终于连环报 然后这个整个遮羞布掀开来 发现内部是臭不可闻的一个状态啊 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观察这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层面 你会发现民进党内长期以来标榜女权啊 就支持女权啊 要伸张女权啊 要提高女权的这些政治人物 现在的所作所为哦 其实让大家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失望 因为这不就是伸张女权提振女权 这个强调女权最好的一个机会吗 为什么这些人的发言 要不就是有气无力 要不就是躲着神影不见了 然后很多民进党当时所豢养的 这些妇女团体的侧翼 劈起其他政党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早就大概在立法院 不晓得开了几次记者会了 现在这群人呢 人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人都不见了 这妇女团体通通不见了 这时候该妇女团体出现声援的时候 你们怎么都不敢站出来了呢 所以这一点你就会看到 民进党长期以来所标榜的 所谓的两性平权 所谓的捍卫女权的立场跟做法 只不过是一个拉高自己 这个道德地位争取选票 欺骗选票的一个 很恶值的一个骗数而已 因为你们自己内部的所作所为 并不符合你们口中所讲的人意道德 你们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政党 那么第二个层面你会发现 这件事情既然爆发了 你就会看到原来在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除了这些该死的加害者之外 还有一大堆该死的掩护者 这些掩护者呢 这些掩护者难道不负责任吗 而且这些掩护者有很多 我刚才强调过 她是妇女部主任 她是太阳花学运的分子 她应该代表的是进步价值的人 这些人呢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压岸 选择这个纵容 选择隔岸关火选择见死不救 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如果有这样的内部的问题就拿来处理 认真的把它处理掉就好了 为什么不处理呢 民进党今天就是活该报应了 就是因为当年的累积太多了 不处理然后视若无睹 隔岸关火见死不救 到现在终于一次全部爆发出来了 那么第三个层面要讲的是说 现在要看着民进党 你要怎么样亡羊补牢了 你还是一个重视女权的政党吗 你还是一个捍卫女权的政党吗 如果你是 你现在就应该拿出所谓真正的高标准 什么叫做高标准 当时纵容 当时包庇 当时压岸 当时吃岸 这些人通通一并都要用最高标准处理的 包含林飞凡还有资格代表民进党参选吗 包含民进党现在的总统府执政 包含很多后援会的角色 包含很多民进党内的党工 当时在这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 他们对被害者等于才是二次伤害 这才叫二次伤害 二次伤害是被害者去求救的时候 你还选择站在加害者的那里 想尽各种办法来压制他的声音 这难道不是二次伤害吗 给二次伤害的人就是你们民进党的人 一次伤害的加害者是民进党的人 二次伤害的人还是民进党的人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 赖清德不要只出一张嘴 就如果你今天要用高道德标准来处理 你今天这个虽然讲得很好听 说不要顾大局 那么问题是你总要让我们看到 你是什么不顾大局吧 如果你今天赖清德跟民进党敢真的不顾大局 完全把民进党内这些腐肉剔的干干净净的 也许外界还会给民进党一点机会 还会给民进党一些肯定跟尊敬 但是如果民进党这个不顾大局 要高道德标准来处理 零容忍的态度这些话 只不过是另外一些 说出来冠冕彷徨 再次欺骗选票 掩盖自己错误的这些华丽迟早的话 那么民众真的会毫不犹豫的 把民进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